在範例档案底下 开头是151 这边有一题叫截取瓜糊中置串的範例 那其实各位打开之后的话 主要是B栏的部分 那B栏里面已经有答案了 所以其实你们待会就把这个给删掉就可以了 删掉 原来是有放最后做完的结果答案 那请你把它删除掉 那我们就是重新再来 主要它这一题逻辑也非常简单 就是把有刮糊的文字放到B栏里面就可以了 那如果没有刮糊那就保持空白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当然不是说叫你用图法链钢 点两下选取Ctrl-C Ctrl-V OK 那资料量少你还可以可以升任 但问题是假设资料一堆几万笔的话 那当然就绝对不可能用图法链钢的方式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你至少要学会一二三 至少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就是寻找函数 fine fine什么呢? fine前刮糊 fine后刮糊 他会告诉你就是说你这个位置是在第几个字 所以fine如果fine前刮糊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一二三 他告诉你三 一是说他在第三个字找到 然后如果是fine后刮糊的话 他可能三四五六七八 第九个字 所以这边是3 这边是9 3跟9 3跟9 我要怎么样把3跟9中间的字抓过来 放在这边呢? 这个时候你需要另外函数叫mid mid 有没有 mid的话就是mid mid的话是中间 前面刚好我们有left left是左边的 right是右边 如果你资料刚好在中间的话 那就用mid函数 mid函数 那怎么告诉他? 他会有三个讯息 字在哪里? 从哪一个字开始? 要几个字? 要几个字? 第九个字? 减掉第三个字? 但是问题第三个字没有取到 应该是从第四个字取 所以会多取一个字 那怎么把它减掉 所以我们来做一次也不会看 一我们先用什么? 用phine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从文字类里面 找到那个phine phine 里面的话 它要几个参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他里面有说明 某个文字串在另外一个文字串中的起始位置 OK 应该看得懂 按确定 首先的话 phine test phine test 应该是什么? 你要找 我记得应该是找phine 要找的那个刮符 所以先给他一个刮符 那记得 因为phine test 没有发现 test 我强调 test一定是文字 所以你一定要先在前后加 前后双以后 不过有一些函数蛮贴心的 你如果没有加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加 看一下这个会不会比较贴心 有没有发现 它会自己帮你加 有没有 但是有一些不会 像刚刚那个test函数 你离开 奇怪 它怎么会又帮我加 有一些会加 有一些不会加 反正不管 如果它没帮你加 你就要自己加就对了 就这样子 那within test 意思是什么 你要去哪边找 你要找什么 前刮符 去哪边找 去这边找 有没有 然后它回来会告诉你说 3 OK 那star number 意思是说 从哪一个字开始找 也就预设是从头找 从头找就可以空白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你输入4的话 你会发现 找到没 找不到 因为它在第三个位置 跳过了 找不到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就保持空白 按确定就可以了 3 那如果说我 假如说我换一个 假如我换一个什么 换一个后刮 它打勾 会是9 会有3跟9 那如果说我今天 要做什么呢 我要去切割那个字的话 那一般习惯是这样 我会把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的部分把它剪下来 然后放哪里 再插入一次函数 插入什么函数 插入密的函数 有没有 然后把刚刚的那个字再贴过来就可以了 第一个问题 Test Test 说你要切割的字在哪里 在这里 Star number Star number 意思说从哪个字开始 应该是从前刮5的位置的下一个字 所以前刮5在哪里 把刚刚公式贴上 贴上9 不对 应该改成什么 这边改成 前刮5 3 3的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就怎么样 加1不就好了 有没有 因为我要从哪个字 从第4个字开始 那要几个字 就是把这个叫lambra charge chars是字的 s 意思就是说 这个英文也不算英文 这有点怪怪的英文 反正你看得懂就慢慢要习惯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函数里面 最麻烦就是前面的讯息 他不是用中文表示 而是用一个很奇怪的英文 那又不是很完整的英文 可是有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的线索 如果你看得懂这个线索 你慢慢就知道该放什么 所以后来我发现 我 后来很会用 我发现 因为我看得懂前面的讯息 所以你慢慢要推理 lambra是数量 chars是字 所以中文意思应该是 几个字的意思 要几个字的意思 ok 所以以后他们要习惯了 我就觉得他这个也是很奇怪 前面的函数 为什么没有用的中文名称 为什么不特别翻译一下吧 翻译大家都看得懂 就会用了吗 如果没有翻译 用一个怪怪的英文 我看连外国人是不是也看不懂 这也不是英文 这不是什么lambra 一个底线chars 这也不是一个单字 ok 白话意思就是几个字 几个字怎么算 从那个后刮壶 九个字吗 不对 要减掉什么 减掉 那个前刮壶的位置 有没有 前刮壶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再贴 把这个后刮壶改成前刮壶 这样就六个字 可是问题我只要五个字 为什么会多一个字 因为我减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减的是应该是四 而不是 而不是三 所以应该是什么 可能 应该是 应该是 从第九个字 有没有 减的话应该是减掉 这个字才对 而不是减掉这个字 因为我是从这个第四个字开始抓起 而不是从第三个字 所以会多一个字 怎么办 把那个字减掉 减掉壶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就是第三届冠军就出来了 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 就得到了 那接下来当然你可以 向下填满 其实点两下也可以 这字不多 还有向上填满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刮符的话 它会出现这个 在eSale里面 假如说出现 警字号开头的 就表示 那是公式上的错误 那错误讯息跟你讲说 后面是错误讯 Value Value是资料 意思是什么 因为 你要叫Find这个函数去找前刮符 还有后刮符 但是他会跟你讲说 那你叫我去找 可是你却给我一个错误的资料 所以他这个意思是跟你抱怨 你要给我有刮符的资料才对 可是我本来就没有刮符 那怎么办 想一个办法 不要让它出现 也就是说 以后 假如你遇到这种情况 有那个错误讯息发生 你希望把它过滤掉 不要让它出现的话 那你必须用另外函数 什么函数呢 特别需要这个函数 你可以在旁边 插入函数 它那个在逻辑里面 逻辑里面有一个叫if 它其实也是两个函数 结合在一起的 if 如果 如果 l 就是错误 如果有发生警示号这种错误的话 那就帮我做什么样的处置 所以 那我怎么做 一般习惯是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他会传两个参数 value 跟value ifl 要做什么组织 所以我的习惯是 一 我先把刚刚的公司一样 不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选了之后把它剪下来 二的话 再插入刚刚的那个ifl 然后把刚刚剪下来的东西贴到哪里 贴到value这个地方 意思就是说 让他过滤看看 如果这个value里面 假如有警示号开头的任何错误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 如果警示号开头这个错误 就帮我把它删除掉 删除的话 意思说 不要让他有任何讯息出现 那怎么删除 删除的话 并不是说保持空白 在那个eSale的世界里面 删除 就是没有字 没有字的话 记得 没有字 没有字 OK 所以eSale里面 你看到没有字 没有资料 就是两个空的双语号 这个就是没有资料 其实意思也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你以后看到两个双语号 这个就代表清除 你不是说你把它控在那里 那就 它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OK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其实这门课 大家希望就跟各位讲一些规则 这规则你清楚的话 很多事情 我想你就照这规则走 应该就很快可以把那个函数 你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另外的话 有时间看一下 每个函数 到底有什么用途 有没有 OK 按确定 所以这个 减下 贴上 有没有 然后在 如果 value ifl 的话 就帮我清除 就按确定 好 那再来往上 往下 往下 大功告成 OK 所以我刚刚主要就是运用有三个函数 所以我是建议你先分阶段 先用fine函数 去找什么 找钱瓜糊的位置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放到mid的里面 再把mid的公式剪下来 放到ifl 等于是分三阶段完成 OK 请各位试试看 来 画面再还原多 那因为 以后你们遇到的状况 大部分都是需要分很多阶段完成 所以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先 把那个步骤慢慢熟悉 就是一步一步的 把那个问题 从里到外 慢慢一步一步的解决 那你那个问题 就很快 可以得到解答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fine mid加ifl 分别完成